眼前这辆一二款的梅塞德斯S550 便是道克花了10950码内从网上拍到的 不过这车子的所在地挺远 好像在那个叫什么路易斯安那州 这不,为了能早点见到心爱的车子 道克特易花了几百码内 在当地找了一家拖车公司 给车子运了过来 据说前车主是因为某天夜里 驾驶着这辆S550在乡间小路行驶过程 突然遭遇暴风雨 然后就给撞成这样了 目前这车子一共就跑了37000英里 总里程数相对来说还算比较少的 虽然大的损伤没有 但是咱们可以看到小伤还是挺多的 而且基本集中在副驾这侧 车顶这一块直接从C柱一直滑到A柱这位置 撞得似乎都有点一味了 等会处理起来估计有点麻烦 一子板也被撞变形了 到时候还得换一块新的车窗 车内简单这么瞄一眼 都能感觉到这里面浓浓的豪华气息 前车主平时估计挺爱吸着车子的 那是保养的真干净 进到车内还是老规矩 给储物箱都翻一遍 其实里面什么也没有 它这中控屏的位置也有一块钟表 还挺好看的 道客试了一下 后备箱的电动开启功能也没啥问题 瞧给道客高兴的 大白牙都笑出来了 咱道客的运气依旧还是这么不错 给车子开进修理车库 准备开始维修工作 这块损坏的后挡风玻璃 之前就被人拆卸过 所以现在直接就能取下来 后挡风玻璃这么一拿掉 等会顶板的进出 也就容易许多 用吸尘器把这周边的碎屑清理干净 拆除掉 这仰板跟内饰板还有这个把手 副驾这边操作也一样 都拆卸完事 再将这块顶板拆出来 还有这个天窗 顺带手也给它处理了 天窗到时候也要换个新的才行 都贴上胶布了 利用小锤将车顶变形的地方 尽量敲平 这不仅是一项体力活 而且还要有耐心 操作过程 倒刻给损坏位置的元漆 也打磨掉了 现在正用点焊机 将支柱内凹的地方点出来 有些比较难处理的地方 则需要往上面焊接一些 这种细小的铁棍 当作受力点 这车子要是修理好 估计没一处是元漆 给车顶清理一遍 然后往上面刮上一层逆子 这应该是倒刻 逆子刮的面积 最大的一辆车子了 逆子刮好后 再用砂纸 将其打磨平 塞住这位置 可能觉得没怎么处理好 倒刻又用小锤来回敲了几下 确定没啥问题 接着刮第二层诱料的逆子 继续用砂纸打磨 两侧支柱的逆子 刮完事 紧接着倒刻花了四个多小时 将车顶上面的逆子 也搞定了 损坏的一子板 倒刻已经在自己的修理店 找了一块新的 咱们给它装上去看看 效果咋样 先将这钱保险杠拆卸掉 再取出原车的一子板 换上这块新的